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犹大和黑米塞尔也收获颇丰 花木兰提最佳戏服 试效 其中电影《曼克》此事已获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摄影 最佳装发设计 最佳配乐 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音效等十项提名 Netflix是获得提名的大赢家 除了《曼克》《试血五人组》获得提名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获得六项提名 《蓝调天后》获得五项提名 包括已故男演员 Chadwick Boseman 获得最佳男演员提名 再来关注火热欧米男团 Years & Years年年组合宣布解散的消息 Years & Years年年组合宣布新专辑将于春季发行 新专辑是主上的Oli的独唱作 三人仍继续合作 不过不再会是以组合的方式 Years & Years的音乐被形容为是混合了90年代 节奏蓝调与好事元素的电子流行音乐 曾受Flying Lotus Diplo Radiohead和Jipo的巨大影响 他们的单曲King登上了英国单曲排行榜冠军 而另一支单曲Shine也曾拿下亚军的成绩 这期Mikey变成了现场演奏者 Emory将成为Oli的合作创作人 而Years & Years的名字仍将继续使用 下面来看著名名后Emma Stone的最新新闻 曾经和蜘蛛侠Spiderman Andrew Garfield宣布恋情之后 对于私生活就非常保密的奥斯卡影后Emma Stone 被传已经在两周前生下了孩子 身格为人母 目前孩子的性别与性名还未公开 Emma与周六夜现场的制作兼编导Dave McCary 在前年12月于社交平台上宣告了订婚 之后就有两人已经低调完婚的传言 她后来则是被称已经怀孕 直到被拍到挺着踏肚子上街 外界才确切的知道她真的要当妈妈了 据报道Emma在本月13日与洛杉矶生下孩子 虽然一切细节还不得而知 但她与Dave应该还都沉浸在 初为人父母的兴奋和幸福当中 一起来关注新版变形金刚电影 立项开拍的消息 许久没有新消息的变形金刚 于日前曝光了一条全新的动态 只了解全新的变形金刚大电影正在开发之中 导演则是新人Angel Manuel Soto Soto在去年年初的圣诞四电影节上 因为影片《街头飙车王》而大放异彩 与此同时 制片方为影片所确定的编剧 则是曾经撰写了美剧《超胆侠》剧本的Marco Ramirez 从这样的幕后班底来看 拍拉蒙决定要为整个变形金刚的系列 注入全新的血液 另剧透外 本片将会独立于Michael Bay所开创的 《变形金刚宇宙》之外 延续《大黄蜂》所开创的故事线索 除了本片 拍拉蒙还在着手开发另外两部 《变形金刚》的衍生片 一部是完全讲述赛博坦的故事 架空人类社会的大动画 另一部则是备受期待的《大黄蜂2》 再来关注《哥斯拉大战金刚》 影片曝光片段的消息 3月26日 好莱坞怪兽灾难片 《哥斯拉大战金刚》发布了 中国风水末版的海报 及海上基站的正片片段 海报与中国特有的 辉豪泼墨的笔法 描绘出了 《哥斯拉与金刚》 两大怪兽的霸气因子 热血与能量 进发满力 作为2021年开年首部大荧幕 必看的好莱坞激爽大片 《哥斯拉大战金刚》 无疑是近年来 最值得到影院去体验的重磅之作 在大荧幕上看大怪兽 能够最大程度体会到 庞然大物 肉搏激战的猛烈撞击感 而具受丰富的表情 和精细的毛发也尽收眼底 极大提升了沉静的观感 此片是《怪兽宇宙》系列电影的 第四部最强集结篇章 集齐了《哥斯拉与金刚》 两大怪兽界人气最强 战力最猛的实力顶流 堪称有生之年 不可错过的世纪对决 此次王者之间的同框激战 引发了万种期待 下面来看歌谈天后 雷哈娜的近期动态 3月25日 雷哈娜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段视频 庆祝三月份的妇女历史月 一位粉丝在评论区留言道 发行歌曲来庆祝 雷哈娜回复表示认同 但只会发布一首 雷哈娜还回应了另外一位要求 发布整张新专辑的粉丝说道 可以让我享受一些自己的时间吗 据悉雷哈娜上一张专辑 Anti发布于2016年 至今雷哈娜的全球唱片销量 已超过3亿 是唱片销售最多的艺人之一 已正式超越了Michael Jackson 成为公告牌史上 拥有第四多冠军单曲的艺人 雷哈娜在其职业生涯 已获得了多项奖项 包括8个格莱美奖 12个全美音乐奖 12个公告牌音乐奖 和两个全音音乐奖 时代杂志也将其评为 该年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 一起来看著名导演Zack Snyder 有望回归华纳正义联盟的消息 相隔4年 Zack Snyder之正义联盟终于问世 主导该部长达4小时电影版 精心制作超过2000多个镜头 Zack Snyder为DC电影宇宙 再度带来了高度讨论 然而Zack先前已离开华纳及DC影业 目前不知是否有望回归 继续开创他的DC宇宙 不过对于外界 希望能看到更多Zack的电影 华纳媒体工作室的执行者 Anne Sarnoff 虽肯定Zack的贡献 但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表示 我们很高兴能够完成这部分 而我们现在也很兴奋 对于我们现在所开发的 DC多元电影宇宙计划 对于外界盛传的 David Ayer版的 《自杀突击队导演版》 Anne则说没有此计划 最后一起来看一条 令人惋惜的新闻 曾获奥斯卡提名的著名男星 George Segal 于23日离世 享年87岁 Segal的代表作品为 剧情片《领域春宵》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他更因此在1966年 获得奥斯卡的提名 另外还包括电视喜剧 格德堡一家 The Goldenbergs 妻子索尼亚23日表示 我们在此沉痛宣布 Segal精诚 因为绕道手术并发症 而离世 演员Segal在纽约州出身 以喜剧演员为人所知 由于《领域春宵》的视觉最知名 年轻一辈的读者 可能从国家广播公司NBC 1997年至2003年的 喜剧电视联系剧 《开枪吧!日志Segal》 或者是他在 格德堡一家中 饰演祖父的一角 格德堡一家的创作人 Adam Goldenberg表示 我们碰尸一名传奇人物 能参与Segal惊人的传奇 真的相当荣幸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